小村莊 從前在遙遠的地方 有一條小村莊 在這個美麗的村莊裡 住了一對好朋友 帕保羅和杜魯諾 他們都很年輕 夢想住一個更美好的障礙 他們經常談論自己的夢想 談論如何成為村裡最成功的人 他們都不怕辛苦工作 一直在尋找機會去達到他們的目標 實現他們的夢想 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 村長決定僱用兩個年輕人 穿過山谷 把山上的泉水運到村裡 報酬按照他們運水的數量來計算 帕保羅和布魯諾非常興奮 馬上投入了工作 每一天,他們由早到晚 拿著水桶 來往於山泉和村莊之間 他們很努力地工作 把水運到村莊裡 每天晚上 他們帶著當日的報酬回家 布魯諾很滿意這份工作和報酬 他很相信,通過這份工作 他就可以實現他的夢想了 布魯諾很滿意這份工作和報酬 如果要增加他的報酬 他就要換更大的水桶 這樣他每一次就可以拿更多水 他相信有了更多的回報 他很快就可以買一隻乳牛 以及他一直夢寐以求的屋 但帕保羅並不滿足於他的步驟 每天回家之後 他的背、手都很痛 而且跟其力盡 他在尋找一個更輕鬆 能夠賺到更多錢的方法 有一天,帕保羅終於想到一個方法 他打算建一條管道 將山泉水引到村莊來 有了這條管道之後 他就可以將更多水運到村裏 而不需要每天拿著水桶 來往於山泉和村莊之間 很快,他對這個計劃非常興奮 他就開始實行他的計劃了 當然,帕保羅也跟他的好朋友 布魯諾分享這個想法 並且邀請他一起去建造管道 布魯諾認為這個簡直是瘋狂 布魯諾想的是 他今天能夠賺到的錢 能夠買些什麼 以及怎樣可以更快賺錢 建管道會拖慢他的步伐 推遲他的夢想實現 布魯諾換了一個更大的水桶 而且增加了往返的次數 他很相信用這樣的方法 他可以賺到更多的錢 塔普羅決定一個人建造管道 他知道要建這條管道一點都不容易 而且會花不少的時間 塔普羅知道他的管道可能要花幾年時間才能夠完成 但是他只是盯著自己的目標 每一天 他都好像以前一樣 用水桶混水 但是在周末和業餘時間裡 他開始掘開石頭和泥土 建立他的管道 第一個月他的工作進展並不明顯 布魯諾和其他村民都在嘲笑他 他們叫他 本土人壓倒人 在這段時間裡 布魯諾的報酬增加了一倍 他買了乳牛 建了更大的屋 他的生活方式改變了 工作之後他會到酒吧裡 用他運水的收入來好好享受享受 布魯諾沒有意識到 由於每天他都要拿著沉重的水桶 他開始駝背 他一臉疲倦身體疲憊不堪 很快 由於身體的疲勞 他能夠拿的水越來越少了 而帕魯諾還是越復一越地工作 很快 一年過去 兩年過去 帕魯諾的管道終於完成了 他不再需要用水桶 把水拿到村裡 現在帕魯諾比以前賺到更多的錢 無論當他睡覺 吃飯 或度假的時候 管道裡的水 都在這裡 源源不絕地流入村莊 由於他的眼光 毅力 和身體工作 水 源源不絕地流入 現在 只要有水由他的管道流入 他的收入 便隨之而離 打寶羅和盜魯諾其實是現實生活的反應 就像大多數人打工賺錢一樣 布魯洛通过拿水桶来赚钱 他拿着水桶来往于全眼和村庄之间 以换取金钱 要增加收入 他要么就增加拿水的次数 要么就用更大的水桶 在现实生活里面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 从而赚更多的钱 例如加班或者找份兼职 我们可以换个更大的水桶 也就是说接受一份更高收入的职位 意味着你要将更多的时间 回到工作上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像布魯洛那样 用时间来换钱 我们知道每个人一日都只有24小时 而且我们不可能将全部的时间拿来工作 由于年龄健康以及其他因素 当我们不能够用时间换取金钱的时候 生活的困境就随之而来 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就停止了 好了 让我们看看帕宝罗是怎样做的 帕宝罗好聪明 他并没有将他全部的时间来换取有限的收入 他用一部分时间来建管道 他知道只要有水流进来 管道就能够为他带来源源不绝的收入 而源源不绝的收入 并不是和他每日的工作时间直接相关的 帕宝罗知道由于年龄和健康的问题 终有一天他不可能再用时间来换钱 帕宝罗知道只要他的管道行得通 他只需要经历一次建立管道的辛苦工作 管道建成之后 帕宝罗只需要管理以及维修管道 他的收入就会源源不绝的进来 帕宝罗向我们证明了 要增加收入 我们不一定要用时间来换钱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帕宝罗就像帕宝罗就像帕宝罗 建立和维修管道 以获取源源不绝的收入吗? 如果你对建立自己的管道这个概念感兴趣的话 我们建议你去联系借这个概念给你看的人 这样你今天就可以开始建立你自己的管道了